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彻底摊牌,这个世界也加速进入了动荡之秋。 我昨天给大家讲到,乌克兰局势一夜升级,乌东四周攻投入俄,普京宣布俄罗斯进入全民动员增兵30万,继续血斩乌克兰。 同时俄军在顿拔斯也开始放开手脚,对乌克兰前线阵地晚命的炮轰,使得乌克兰前线更加高级,乌克兰士兵的损伤进一步加大。 我们道理来讲,此时的乌克兰政客们应该认清到残酷的现实,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不直接出兵参战的情况下,乌克兰的每一次反击,只能换来乌士兵更大的伤亡,如果这场战争再继续打下去,乌克兰甚至都有亡国的危机,所以泽连斯基唯一能做的最正确的选择,就是认清现实,要压舍弃顿巴斯换来乌克兰的和平。 再说了,顿巴斯本来就不属于乌克兰,而是前苏联从俄罗斯手里划给乌克兰的领土,如今也算是完毕归照。 但是好不容易有了一次,哈尔科夫大姐的泽连斯基怎么甘心就这样突然杀青退出舞台?再说了打着要收复克里米亚旗号上台的泽连斯基,如今不但克里米亚未能收回。 反而又丢了五中四周,任凭泽连斯基纪超群,但也无法自言其说,面对俄罗斯突然宣布,将会进入战争动员,将再次增兵三十万,在乌克兰决议死战的表态。 泽连斯基今天表态称,俄罗斯宣布进入战争动员恰恰是俄罗斯虚弱的表现,乌克兰不准备和俄罗斯谈判,除非俄罗斯退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。 乌克兰马上都火烧没冒了,演员总统泽连斯基还面不改色气不穿,继续死鸭子嘴硬,甚至不惜拿乌克兰全体民众的声明来为自己这场战争大片加分。 不得不说,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,这演技不难奥斯卡真是有点委屈他了。 俄罗斯大举增兵都杀到乌克兰战场了,为什么泽连斯基还会如此丹定? 因为他相信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会抛弃乌克兰。 泽连斯基称,他不相信俄罗斯敢动用核武器,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会答应。 直到这个时候了,还把乌克兰的命运寄托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上。 不得不说,这是整个乌克兰人民的悲哀。 要知道俄罗斯的底线,就是除非美国以及北约等西方国家加入乌克兰战争才会使用核武器。 要单纯对付乌克兰,俄罗斯根本不需要使用核武器。 使用核武器的底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的,而如果俄罗斯不使用武器,那就恰恰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敢介入乌克兰战局。 而如果美国和北约不介入乌克兰战争正面参战,即便是俄罗斯军力虚弱。 但是乌克兰的胜算又在哪里呢? 更加疯狂的是,乌克兰女副总理尽然威胁成,胆敢参加乌克兰四周公投的乌克兰民众。 全部按叛国罪论处,将会判处一五年有期徒刑,这不是变相的把乌东四周民众加速推往俄罗斯的怀抱吗? 哈尔克夫亲额民众被清算杀戮的教训又在眼前,如果不加入俄罗斯,那么一旦乌军在打过来的时候,可能他们面临的将会是比哈尔克夫老百姓更加可怕的后果。 所以乌克兰政客们的表态,只会加速乌东四周民众加入俄罗斯的步伐。 我们在此前也给大家说过,如果乌克兰不抓紧时间谈判,断臂求生吞下这颗丢失乌东的苦果,那么接下来乌克兰的日子将会更加难熬。 首先是乌克兰冬季已经来临,温度骤降河水结冰,俄罗斯在乌克兰大规模调兵不存在障碍。 再者整个欧洲能源危机也开始加剧,欧洲的许多重工业都因为能源危机已经停产了。 更不要说在能源危机下苦苦挣扎的欧洲老百姓了,欧洲还要负担乌克兰每月高达70亿美元的开支,在欧洲本身都已经焦头烂额的情况下。 这个国欧洲国家还能备多久,而一旦美国和北约减少或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,泽连斯基政府根本就无力继续运转。 再加上俄罗斯已经进行全民动员,加大在乌克兰的军事力度,乌克兰跨台将在一夜之间,由冒牌司机驾驶的乌克兰这列列列车,注定将会加速驶向灾难的深渊。 普京昨天的讲话虽然时间并不算长,大概20分钟左右,但是即日开始局部动员,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护俄领土,支持卢干斯克等四个地区举行入俄公投,再次强调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仍是必要之举,这一系列要点一出来,立即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。 这次美美口中的罕见讲话,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?讲话措辞背后蕴含着什么复杂信号?俄乌冲突又将往何处去? 依据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,保护俄领土完整,奠定了此番讲话对于西方的强硬基调。 对于乌克兰四周公投这件事,美欧第一时间发生谴责,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,华盛顿毫不含糊地拒绝任何此类公投,美国永远不会承认,俄罗斯对任何乌克兰被吞并部分的机遇,我们永远承认这些领土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。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,欧盟及其成员国不会承认公投的结果,如果公投继续进行,将考虑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措施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,在乌克兰地区举行的加入俄罗斯的公投,不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。 他称该公投计划是拙劣的表演,可悲又好笑。 德国总理舒尔茨直接称,该公投为虚假投票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,感谢乌克兰的所有朋友和伙伴,他们对俄罗斯组织更多伪公投的意图,进行了大规模且坚定的谴责。 而在美国纽约,这样的分裂场景同样在上演。 第七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,在联合国拉开帷幕,夺国国家元首,政府首脑及高级代表七聚纽约,就国际社会当前面临的重大议题,探讨应对之策。 毫无疑问,俄乌冲突主导了这一次的联大议程。 根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,拜登将于当地时间21日,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。 他的演讲重点将聚焦于严厉谴责俄罗斯,批评其违反联合国宪章。 拜登会呼吁更多国家公开或私下反对俄罗斯。 而在20日联大开会第一天的讲话中,马克龙直接称,自2月24日以来,我们目睹了一场向帝国殖民地时代的倒退。 法国对此坚决予以拒绝。 在这届联大会议上,西方国家正试图联合更多国家反对俄罗斯,这进一步延倒了这届联大议程。 在西方世界之外,其他国家发出越来越多担心的声音。 一个现实是,俄罗斯确实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。 乌克兰东部战线和南部战线的战况依然激烈。 俄军表示,在多个作战方向打击乌军。 乌方则表示,已收复哈尔克福州东部大部分地区,如何尽快结束俄乌冲突。 以便破取,乌东部部分地区宣布举行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公投,以及普京宣布进行局部军事动员的讲话,都被诸多学者视作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举措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再来看普京的讲话,他至少释放了三方面的信息。 一是说明俄罗斯已经做好与西方冲突升级的准备。 在乌东部分地区即将举行公投的消息一出来,俄与西方紧张关系已经进一步加剧。 俄罗斯这时主动进行局部军事动员,是莫斯科试图威慑西方的手段之一。 第二是展示俄罗斯不惜与西方对抗到底的信心与决心。 虽然西方已开始核东核,但是俄罗斯和美国都知道,打核战争无异于自杀。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,因此不会采取直接军事对抗和军事介入的方式。 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是大概率事件。 这将体现在外交和经济领域,甚至是冷战。 第三,俄乌冲突向战争转变的可能性在增加。 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已经210天了,西方为俄罗斯设置了持久战和消耗战的剧本。 只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伤害,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,欧洲和其他国家也承受着折一地缘政治恶果。 正如中方一直呼吁的那样,有官方应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停火指战, 尽快找到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办法,希望国际社会为此创造条件和空间。 将冲突入 temps,请了带号参加 息死。 感谢观看